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目前为止 打进三大赛最多的南拼运动员并不是马龙 而是另外一名运动员 他曾经先后12次打进三大赛的决赛 但是仅仅夺冠4次 无缘大满贯的伟业 这名运动员就是王浩 王浩是马龙张继科时代之前中国南拼的领军人物 和马龄王丽琴一起被称为二王一马 2004年 当时年轻21岁的王浩就获得了参加雅典奥运会男单比赛的机会 在半决赛中 王浩战胜了此前富多胜少的王丽琴闯进了决赛 决赛中 王浩面对的是韩国选手柳成敏 经过一番苦战 最终 王浩不敌对手 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 这也是王浩在三大赛中第一次打进决赛 在世拼赛中 王浩同样有比较出色的发挥 他分别在2009年 2011年和2013年连续三次打进了世拼赛的男单决赛 但王浩仅仅在2009年的世拼赛决赛战胜了王丽琴 获得了男单冠军 此后在2011年和2013年 王浩又连续两次打进了世拼赛的男单决赛 但是这两次决赛中 王浩输给了同一个人 那就是史上最快的大满贯获得者张继科 在世界杯中 王浩参加了六次世界杯的单打比赛 从2005年到2008年 王浩连续四次参加了世界杯的单打比赛 在2005年和2006年 王浩获得了亚军 2007年和2008年 王浩两次获得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在2010年和2011年 王浩又两次打进世界杯的单打决赛 其中2010年战胜了张继科 获得了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但是在2011年 王浩不敌张继科 获得了亚军 纵观王浩的职业生涯 他分别三次打进了奥运会的男单决赛 三次打进世拼赛的男单决赛 六次打进世界杯的男单决赛 共计12次打进决赛 但是 王浩仅仅在2009年 获得世拼赛男单冠军 在2007年 2008年和2010年 获得了世界杯的男单冠军 其他的八次决赛 王浩都在决赛中失败 仅仅获得了亚军 尤其是奥运会 对于王浩来说 更成为心中的痛 王浩连续三届奥运会都获得了单打资格 但是在决赛中分别不敌韩国的柳成敏 中国的马林和中国的张继科 连续三次获得了奥运会的男单亚军 这样 王浩的职业生涯 仅差一枚奥运会冠军就可以成就大满贯 但奥运会却成了王浩永远的遗憾 和王浩相比 马龙尽管打进三大赛决赛的次数没有王浩多 但是 马龙的夺冠率非常高 马龙到目前为止 参加了两次奥运会的单打比赛 在2016年里 约奥运会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 马龙都获得了冠军 在世拼赛中 马龙发挥更是出色 他三次打进世拼赛决赛 三次获得了世拼赛的单打冠军 分别是在2015年 2017年和2019年 世界杯的比赛 马龙先后参加了四次 分别是2012年 2014年 2015年和2020年 马龙在2012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世界杯单打冠军 在2014年和2020年获得了世界杯的单打亚军 通过对马龙和王浩的对比分析 发现王浩打进三大赛决赛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 王浩把握决赛的能力和马龙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王浩12次打进决赛只获得了四次冠军 而马龙九次打进决赛就获得了七次冠军 和马龙相比 王浩尽管没有成就大满冠的梦想 但是 王浩同样是中国南拼历史上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如今的王浩已经退役多年 在国家队担任樊振东的主管教练 如今 樊振东在王浩的指导下 已经获得了四次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和一次世拼赛的单打冠军 距离大满冠仅差一枚奥运会金牌 巴黎奥运会 樊振东能够夺得冠军 成就大满冠 弥补王浩的遗憾吗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